這個物件 是因為我那時候就寫 大學生 我在歷道的時候 我們一個做民宿的 他就說好朋友 他說這個要送完 裡面有帶一個福來 有福到 他說讓我們孩子送完 我就跟他講 他說這叫什麼河田玉 什麼玉 白玉就對了 河田白玉 我就收起來 你看這個福到 這是人送的 這很像書法院的行草 跟你說是河田玉是嗎 對 他還傻傻傻傻 傻傻傻傻 傻傻傻 沒有啦 他就說 有傻傻傻嗎 你... 不可以這樣 沒關係 我自己的沒關係 沒關係 我也沒關係 我自己負責嘛 我從這個上面看到 你已經敲過三次 而且 那三次都把它敲破 你不知道 講到玉 李老師來看一下 李老師來 這有三個空中 一年 沒關係 他說是河田玉 看這個色是有色 看這個色是可愛的 白玉還是河田玉 我也不記得了 老師你看看 你... 不是要請老師看一下 對不對 我做專家 怎麼換到他們坐在那裡 對 這材質是河田白玉 沒錯 對 你今天還有幾種朋友 我的朋友 我跟你說 我的朋友都讚 我的朋友都讚 但是你為什麼把它弄... 弄三個傷 弄三個傷 真的嗎 真的啊 這上面有三個傷口 真的嗎 你看 所以河田玉其實要很小心 不是 就是說你像他剛剛這樣敲 很容易就敲碎 他這個地方都摊掉了 很多這種地方 你看 一個 兩個 你看這個很明顯 有沒有看到 看到這個很明顯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地方 你也比較優秀 看到吧 好 那個地方就有一點已經... 已經... 摊掉的話要賣就價錢有沒有不好 當然啦 因為玉要完整嘛 你看那個地方 有三個地方 就白白的 你看有沒有 這個地方 有三個地方 你看這個人送的啦 身份量啊 不是嗎 沒有身份量 沒有身份的 怕勝 好 要小心不要敲 不要敲 放好... 來...我們來見價 希望無窮 請見價 兩萬塊 兩萬塊 不是河田玉嗎 河田玉當然 他還是要看巧公嘛 對啦 那這件東西的雕刻呢 他不算... 一般啦 他這個符呢 好像沒寫完 這個符的... 這個地方 他那個線條 就是機器刻的 機器刻的 所以他沒有那麼流暢 你看這個符這個地方 刻到一半 他就斷掉了 他沒有...他沒有繼續刻 那玉質本身 玉質不錯 所以兩萬塊是以他的玉質來做 這玉質不錯 然後你又把人家 弄了三個傷口 所以又扣分 是扣分啦 本來他要扣三萬的啦 所以如果沒有受傷指多少 如果以純白玉來講 因為他這個白玉上面 他還水磨過 但他這個不夠白嘛 對 他有一點清白... 然後他有水磨過 應該三萬可以啦 三萬是合理的行情 合理的行情